这由是可知发菩提心 持佛名号 虽兼修于法 也得名为异乡专念 这个异乡专念 我们现在深深体会到 就是一个方向 专求净土 这就是异乡专念 无论修学什么法文 我只是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哪个法文都行 都能成就我们的清净心 善心善愿 但多门兼修 总微若一门深入 这是念老的话了 这是真 因为一门深入他心转 容易的念佛三位 他跟信中圆满的相应 那就是我们一生受持 连词大师一生受持的是 这什么原因 无量寿经的版本太多 不方便 特别是在古代 要找五种元一本 不容易 你王龙叔那样的身份地位 都没找到 他汇集只有四种分 大宝集经 无量受惠 他没有看到 所以不是容易死心的 古人那个手 经书都是手抄本 所以分量很少 不容易得到 没有像现在印刷书发达 成本低廉 我小时候所知道的 我们安徽的一个神 只有两套半的大藏经 有两套是完整的 有一套是残缺不起 你像现在一般人家里 都可以供一部大藏经 在古时候无法想象 那些贵族豪富都做不到 除非是帝王 他的皇宫可以供养一套 其他的不可能 现在平民家里都可以供养一套 所以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要记住 多门今修 总不如一门深入